回来的问题就是 搞买债会不会使得市场利率 就是刚才说的 美国十年期国债的资息 会不会可以继续一路上升 我觉得现在1.6是有点高 而且看款价价是会继续走的 但是情况大家要留意 可能当债息一路继续上升 其实大家在估计十年期国债 以至再长一点的国债 一路沽到越来越接近 正式的减缓买债的那一刻 譬如说现在市场大家估计是11月 可能10月尾或10月初 可能会回头 整个运货的那一刻 这就要留意 但是我自己看 我觉得随时还有20点以上的空间 可能是夸张起来 近两厘我觉得不是很出奇 不是很意外的 那有什么 对投资者而言 真的夹到上两厘了 其实是否会要做一些换马的行动 或者某一些 某一些行业的股份又可以部署 还是能够受惠于这个息率上升呢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当市场利率继续上升 譬如去到我们说有些意义的 譬如刚才说两厘的那些 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对科技股的估值 就是会重新看过 那一定会有些影响的 但是主要要集中在哪些呢 应该会集中在我们可能比较大型的 譬如FNG这一堆的科技股 因为市场对他们的企业价值本身有些共识 差在以往升跌 反过来就比市场利率好看 因为如果市场利率越低 就代表这些传统的计估值方法 代表增长股有越大的空间 合理的所谓的估值或者PE 我们来说就可以越高 反过来就是如果市场利率上升的时候 大家就会开始想是否有下调空间 这就会成为它的压力 我自己也觉得傾向是 因为刚才也有问 就是说未来如果说业绩期相关的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与科网股有关 尤其是大型的 尤其是业绩前通常都一定会因为预期都是好的 我反而觉得业绩期之前比较会好些 这就不能让隔开 就是我来说的 看来的 大型 vais测试